治疗病毒炎的一个重要的药物就是鼻喷药物 鼻喷药物有几种 刚才说了一种就是鼻腔收敛药 这类收敛药会产生依赖性的 鼻腔收敛药叫麻黄素类的 现在好多人到日本去买神药 所谓的鼻子神药就是这类药物 但实际上这类药物是不能常用的 常用药以后会引起叫什么呢 叫药物性鼻炎 你用的剂量会越来越多 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是不利于恢复的 而且你一不用它症状会加重 这类药物叫鼻腔收敛药 是不适合长期用 它是有依赖的 只能短期用 第二类治疗鼻多炎的药物 这个鼻喷药是鼻喷激素 这类药物越来越证明 对鼻动炎的治疗 无论极限脉性 无论成年儿童都非常重要的药物 而且副作用很小 基本没有依赖性 但是因为它是激素 很多家长就会产生一些疑问 是不是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呢 是不是会长期用嘴全身有影响呢 那我们团队经过计算 以及查有国内文文献 发现 就是鼻喷激素的质量 每天用的量是非常小的 一般一天用一两百微克 这个量算下来 比方说我们每天用一两百微克 用几个月的量 相当吃了一片 就是激素的药 它的对全身的影响是 几乎没有维护其位 何况它是用在局部 不是用在全身 所以它不会 全身吸收也非常的少 应该说鼻喷激素 无论对成人 对儿童也没问题 是非常安全的 这个不用担心